几年后流行的卧室 常规卧室长3.6米宽3.2米 常用衣柜600宽 标准双人床也要1米8 放上床头柜 卧室很拥挤 最重要的总是 被经常半夜三更回来的老公吵醒 这样真的很影响睡眠的我 于是决定这样改 一、不铺木地板 经常要维护还担心有价权 不如找二舅妈买几块红砖气框架 内回田建筑垃圾 节约成本 水泥沙浆找瓶 铺上木地板瓷砖 温馨颜值也高 不选这种圆角砖 缝大很难看 而是选这种直角砖 缝小才自然 配上灯光企业布抹黑 侧面做薄柜 老婆的名牌包包 手势随便放 出门回家也顺手 关上柜门颜值高 柜门后面给老婆装个全身镜 臭美的老婆 常常看看自己的绝世容颜 开关位置装个护枪板 时间再久也不会留下手指引 二、靠墙焊起根方管 给腰不太好的老公 做几个大的抽屉 老公的袜子 内裤 小饰品 分开放 才整洁 墙上固定几根金属架 上面放过鸡背乳 下面挂老公帅帅的上衣 超级能放 最下面挂老公干净的裤子 关上柜门颜值高 还没有假决 几块木板座床靠背 也经济实惠 放上两个一米一的床垫 就是床 就算一家四口睡在上面都不用记 画面真的很幸福 老公回来晚就靠墙睡 平时合在一起也方便 开关插座装在床头才方便 这里的飘窗不能敲 不如增加台面空间 外包环保幕式面 放个沙发给老婆晒太阳 装上窗帘颜值高 旁边坐折叠书桌 活动方便不占地方 老公也能轻松在这里办公 旁边坐高柜 一边放老公喜欢的文学名著 一边放臭美老婆的化妆镜和化妆品 就是老婆的梳妆台 关上柜门隐藏老婆的梳妆台 颜值高 再找二舅妈借个大铁锤 把背乳动墙放下 扩大空间 坐老婆的衣柜 老婆最喜欢的漂亮长裙 下面再做两个抽屉 老婆的内衣和袜子分开存放 才方便 另一边挂老婆超级喜欢的上衣和裤子 衣服真的很能放 关上柜门实用颜值高 这样的卧室不仅分心 也很灵活 功能也齐全 收纳超级